亲爱的听众,又是好多天没有读什么东西了,感到过意不去,不过我也不知道大家喜欢听什么,是不是能给留言,点赞,说一下到底喜欢什么。 今天我在读一个科学方面的黑洞简史,这是我翻译的另外一本书,序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此时此刻,当你坐下来放松,阅读这本书时,你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前进,地球正在自转,带着我们走过一天又一天的无情的时光。 与此同时,地球也在围绕着太阳运转,让我们经历着四季的更替。 但这还不是全部,太阳只是银河系中的一颗恒星,银河系由超过一千亿颗恒星组成。 太阳并不独特,也不在中心,事实上,就恒星而言,它相当普通,毫不起眼。 太阳系位于银河系的一个小玄壁中,看到了什么规律没有呢? 被称为猎户壁。 银河系本身也是一个相当普通的螺旋形的恒星岛,不大也不小。 这意味着,除了地球自转的速度和地球绕太阳运行的速度之外, 我们还在以每小时45万英里的速度围绕着银河中心运动。 我们在银河中心发现了什么呢? 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 是的,现在你正围绕着黑洞运行。 黑洞是太空中的一个地方,里面挤压着大量的物质,密度非常大, 甚至连以最快速度飞行的光都没有足够的能量在与黑洞引力的垃圾站中获胜而逃出来。 几十年来,黑洞的概念让物理学家们既着迷又沮丧。 在数学上,我们把黑洞描述为一个密度无限大,体积无限小的点, 周围是一个我们可能无法了解的球体。 因为我们无法从其中获得光和信息, 没有信息就意味着没有数据, 没有数据就意味着没有实验, 没有实验就意味着不知道黑洞内部是有什么。 作为一名科学家, 我们的目标总是要看到更广阔的途径。 当我们从太阳系的后院放大到整个银河系, 然后再放大到整个宇宙中数十亿个其他星系时, 我们会发现黑洞始终处于引力驱动的席位上。 银河系中心的黑洞, 也就是目前负责你在太空中运动的黑洞, 比我们的太阳重约四百万倍。 这就是它被称为超大质量黑洞的原因。 虽然听起了很大, 但我见过更大的。 再说一遍, 相对来说, 银河系的黑洞相当普通, 它也没有那么大的质量, 那么强的能量, 或者那么活跃, 因此几乎不可能被发现。 嗯, 这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之后再说。 我能把这些说法当作既定事实, 实际上认为它们是理所当然的。 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直到二十世纪末, 我们才终于意识到, 在每个星系的中心都有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 这提醒我们, 虽然天文学是最古老的事件之一, 由世界各地的古老文明进行, 但天体物理学实际上是解释天文学家 所看到的东西背后的物理学, 仍然是一门相对绞心的科学。 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科技进步, 才刚刚开始揭开宇宙奥秘的神秘面纱。 最近, 我迷失在一家琳琅满目的二手书店中, 温然发现了一本写于1901年的现代天文学, 作者是赫伯特·霍尔特纳。 他在序言中写道, 在1875年之前, 人们隐约觉得天文工作的方法 已经达到了某种类似于终极的程度, 从那时起, 几乎没有一种天文工作方法 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变化。 赫伯特指的是照相底板的发明, 科学家们不再通过望远镜去看天体事物, 然后画下来, 而是想所看到的事物准确地录在巨大的金属板上。 金属板上涂有一种能对光产生反应的光学化学物质。 此外, 望远镜变得越来越大, 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收集更多的光线, 看到更暗, 更小的东西。 在那本书的第45页, 有一张精彩的图表, 展示了望远镜的直径, 是如何从19世纪30年代的10英寸, 增加到19世纪末的40英寸的。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目前在建的最大望远镜, 是夏威夷的30名望远镜。 它有一面收集光线的镜子, 你猜对了, 就是30米宽。 用赫伯特的话说, 大约是1181英寸。 所以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 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我之所以喜欢赫伯特特纳的这本书, 也是我不得不买这本书的原因, 是因为它提醒我们在科学领域, 观点的转变是如此之快。 书中没有任何内容是我或我今天从事天文学研究的同事认为是现代的。 我可以想象, 120年后, 未来的天文学家读到这本书时, 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例如, 在1901年, 人们认为整个宇宙的大小是延伸到银河系边缘最远的恒星, 大约十万光年远。 我们并不知道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 还有有数十亿颗恒星组成的其他岛屿, 其他星系。 在那本《现代天文学》的第228页上, 有一张用照相版拍摄的图片, 上面标志着仙女座星云, 人们一眼就认出它就是仙女座星系。 仙女座是距离银河系最近的星系之一, 是宇宙中的一个岛屿, 包含超过一万亿颗恒星。 这幅图看起来与今天业余天文爱好者在自家画园拍摄的图像几乎一模一样。 但是即使随着19世纪末照相至把技术的进步, 记录下了仙女座的第一批图像, 他们对它的了解也没有立即飞跃, 当时人们仍然把它称作星云, 一个模糊不清, 布满灰尘, 不像恒星的东西, 因为它就在银河系的某个地方, 与大多数恒星的距离相同, 直到20世纪20年代, 人们才知道它的真实面目, 即它本身就是一个恒星岛, 距离银河系有数百万年光年之遥。 这一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自己在宇宙, 中的位置和宇宙规模的看法, 一夜之间我们的世界观改变了, 因为我们第一次认识到宇宙的真正规模, 人类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微不足道的小水滴, 这一点我们以前从未意识到, 在我看来, 我们只是过去一百多年里, 才真正认识到宇宙的真正规模, 这就是天体物理学, 是一门多么年轻的科学的最好例证。 20世纪的发展速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特纳, 在1901年最疯狂的梦想, 1901年几乎没有人想到过黑洞, 到了20世纪20年代, 黑洞还只是理论上令人好奇的东西, 尤其令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感到恼火, 因为它们破坏了封城市, 而且似乎不自然。 到了20世纪60年代, 黑洞至少在理论上已经被人们接受, 这部分归功于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 罗杰·彭洛斯和新西兰数学家罗伊克尔的工作, 他们解决了爱因斯坦关于旋转黑洞的广义相顿论方程, 这使得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初初步提出银河系的中心是一个黑洞,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 人类在成功地把人送上月球之前, 甚至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一生都在无情地围绕着一个黑洞运转, 直到2002年观测结果才证实, 银河系中心唯一可能存在的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作为一个研究黑洞还不到十年的人, 我经常需要提醒自己注意这个事实, 我想每个人都有遗忘的倾向, 甚至知道最近我还不知道的事情, 无论是智能手机之前的生活是怎样的, 还是我们在这个千年里才绘制出整个人类基因组图谱, 这是对科学史的了解, 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欣赏我们现在所真实的知识, 回顾科学史就像乘坐成千上万研究人员的机体思维列车, 它让我们对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理论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而我们却忘记了这些理论最初是在怎样的烈火中诞生的, 一个观点的演变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某些观点被抛弃, 而另一些观点却成为大行其道, 正当人们质疑暗物质的存在是, 我经常也会想到这个问题, 暗物质是我们知道存在的物质, 因为它有眼力, 但我们看不到它, 因为它不予光相互作用, 人们质疑我们无法看到我们认为占宇宙所有物质85%的暗物质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 当然肯定还有一些我们还没有想到的东西吧, 现在我绝不会自大道宣称我们确实已经想到了绝对的一切, 因为宇宙一直在让我们保持警惕, 但人们忘记了暗物质的概念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出现的, 用来解释人们对于宇宙的好奇, 它是经过三十多年的观测和研究后得到的结论, 事实上科学家们拖了很多年的脚步, 拒绝相信暗物质就是答案, 但最终证据太多了, 大多数经过观测证实的科学理论都会站在屋顶上大音量的让人听到, 然而暗物质一定是人类历史上最勉强达成公式的理论, 它迫使人们承认我们所知道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少, 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谦卑的经历, 这就是科学的真谛, 承认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一旦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就能取得进步, 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整个社会的进步, 人类的整体进步得益于知识和技术的进步, 两者相互推动, 人们渴望更多的了解宇宙的大小和内容, 喜欢看到更远更暗的东西, 这推动了望远镜的进步, 从1901年的40英寸到2021年的30米, 由于厌倦了笨重的照相底板, 天文学家率先发明了数字光探测器, 现在我们口袋里都装着数码相机, 这项发明改进了图像分析技术, 是理解更详细的数字观测结果所必须的, 这些技术随后被应用于医学成像, 如核磁共振成像和CT扫描仪, 被应用于诊断各种疾病, 对身体内部进行扫描, 在一个世纪前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和所有科学家一样, 我的黑洞效应的研究是站在前任的肩膀上进行的, 爱因斯坦霍金彭洛斯, 苏布拉哈曼杨黔德拉塞卡, 凯瑟琳贝尔伯内尔夫人, 马丁李斯爵士, 罗伊克尔和安德利亚盖茨等等, 我可以在他们为之努力了如此之旧的答案的基础上, 提出我自己的新问题, 经过500多年的科学努力, 我们才刚刚对黑洞有了初步的了解, 只有深入研究这段历史, 我们才有希望了解宇宙中这一奇特而神秘的现象, 而我们对它的了解仍然少之又少, 从发现最小的黑洞到发现最大的黑洞, 从第一个黑洞的可能性到最后一个黑洞的可能性, 以及为什么黑洞会被称为黑洞, 我们的科学史之旅将把我们从银河系的中心, 达到可见宇宙的边缘, 甚至还会思考一个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问题, 如果我们掉进黑洞, 我们会看到什么? 在我看来, 科学竟然有希望回答这样的问题, 同时又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这真是不可思议, 因为虽然黑洞一直被认为是星系的黑暗心脏, 但事实证明它们一点也不黑, 多年来科学告诉我们, 黑洞其实是整个宇宙中最亮的物体, 为什么? 我们将在这本书中讨论, 虚言就读完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 还是要说请留言, 请说明喜欢听什么样的内容, 谢谢 但是请问一下, 大家看就会听说明知道, 还是要看什么地方, 在这本书中的外面, 在这本书中不过则面, 对吗? 对吗? 对吗?